幾個禮拜前我在FB上面發了一篇文章 簡短的介紹一下多巴胺不為人知的運作機制 以及如何利用一個簡單的方法來降低社群媒體帶來的危害 內容雖然只是我這支影片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卻引起廣大的迴響 竟然有1200多個人分享 之後我接到很多人傳訊息問我說 知道了這個多巴胺的運作機制之後 除了避免上癮以外 還有沒有什麼簡單有效的方法 來讓我們利用這個機制完成人生更多重要的目標呢 於是我找了一位把多巴胺獎勵回饋 其實運用在教學甚至自己身上的大師級人物 王永福福哥來對談 他曾經在一年之內通過了博士論文計畫書口試 出了一本書拿到和氣道黑帶 還跑了一個113公里的三帖 最重要的是他還推出一個銷售破千萬的線上課程 但他又說自己是個意志力薄弱的正常人 他到底是怎麼辦到這麼多事情的 原來這都要歸功於他為自己打造的多巴胺獎勵系統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聽聽他是怎麼做到的 休憲我注意到你 前陣子應該是說前陣子都要談一個非常大家都知道的名詞 但是卻都誤解的名詞 就是多巴胺回饋系統 那可不可以請你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這一系列在談什麼事情 因為我這個會有那麼大的反響 其實回想其實我是也蠻驚訝的 因為那個文章一PO出去竟然有上千個人按讚上千個分享 會覺得大家都怎麼了 我在講一個其實是我們身為人類啦 大腦裡面一個很原始的機制 叫做多巴胺獎勵回饋 他是讓我們去拿到我們手以外的東西喔 你看我現在伸手以外的東西 只要是我伸手以外的東西我要去拿它 我大腦就必須分泌多巴胺 曾經有個實驗很有趣喔 就那些科學家很喜歡用老鼠做實驗 他把大腦裡面那些老鼠大腦裡面多巴胺的回饋系統 破壞掉 弄掉之後就算他肚子很餓 有一個食物在他前面 他不會去動他 因為他要移動他的身體去動他 這個動作就是要有多巴胺的分泌 他就沒有動機嘛 我記得那個老鼠他就不會 他就根本連想去做都不想去做這樣子 而且有趣的是那個老鼠不是沒有食 不是說他沒有辦法感受到食物喔 那個餵糖水給他讓老鼠還會笑 他還是會覺得食物是美味的 但是他就不想去拿 他就沒有動機去拿 所以我們的多巴胺其實是掌管我們的動機喔 那還有一個在前幾年出了一本書 我覺得寫超級好就要的那個 the molecule of more 就在中國大陸邊翻譯成貪婪的多巴胺 其實就把這件事情講得很清楚 多巴胺系統是貪婪的 他永遠不會滿足 滿足的是血腥樹那個區域 多巴胺這個就他就是要你一直不斷的去追求 更多的東西更多的食物更多的成就 這也是我們人類為什麼現在能夠進展到 現在我們可以上誘球啊 我們可能還可以上火星啊這種的一個關鍵的機制 但因為現在的人啊身處在現在的社會 我們接受到一些刺激啊 跟我們外來的這些環境的影響跟原始人差太多 所以我們這個環境常常就會有一些 像社群媒體像是一些垃圾食物 他會去綁架我們的多巴胺系統 就會讓我們可能去上癮 對於很多東西有上癮的症狀 像是上網像打電動像是酒精像是毒品 這些都是這些外來的物質 以前原始社會沒有的來劫持我們多巴胺系統的一些東西 所以剛才因為我看到修修那一期的節目 我覺得是最近我看的一些文章裡面 甚至影片裡面把多巴胺講的最透徹最清楚的一個部分 因為當然修修本身都會做很多功課 那如果大家聽到多巴胺開始有點頭昏腦這樣 那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譬如說你一直想要滑手機 你一直想要一直點對不對 一直點一直點 你心裡面想說我好像那麼有很多時間了 但是我應該離開 可是我告訴你你每一個手機 你每看到一個讚 你每看到一個新的訊息 他就會分泌一點點的多巴胺 機靈你繼續往前 這是手機 抽菸也是 抽菸 大家說抽菸為什麼會有菸影 其實很簡單就是你當你想要抽菸的時候 你那個多巴胺會分泌這樣子 然後分泌你就會想要再點一根菸 然後尼古丁會滿足那個受體 然後這個時候就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所以嚴重一點像之前說海洛因 他就直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這樣子 就直接讓你很滿足 要上百倍上千倍 對對對 很多人 因為我注意到最近開始有不少人在談多巴胺這個名詞 但是很多人的誤解會是多巴胺是讓你是比較開心 然後比較興奮 然後比較正面 然後比較激勵 好像不是這樣子 對 大家都以為多巴胺是越多越好 你上網去查 很多人跟你講如何刺激分泌多巴胺 可是其實多巴胺不是越多越好 越多它可能會讓你身心會失去平衡 像剛剛福哥講的那個機制 就有一本書叫做The Dopamination 就是一個研究上癮 在史丹佛大學研究上癮最著名的教授叫Anna Lemke 他就講了 其實這個上癮的機制其中有一個重點 大家都以前都不知道 就是當我們在很開心的那一個瞬間 我們也會有同等甚至更多的失落 他們叫做痛感 所以說你在看完一個影片之後 他讓你很開心嗎 你看到人家幫你按讚你很開心 可是就在那一個瞬間 我們沒辦法察覺到的一個反應是 我們因為多巴一個突破下來 他會一個低谷 那當我們身體感受到 在經歷這個低谷的時候 我們會一些失落 我們就還想再更多 所以我們就會去再看更多 讓這個多巴胺再衝上去 因為我們要平衡那個失落 要是衝更高嘛 衝更高他又會掉更低 所以就變成一個這樣子上上下下 這就會變成這樣 這個情況久了之後 我們會處於一個多巴胺 匮乏的狀態 你會覺得好像做什麼事情都沒辦法有動力 我就想要更多的刺激 上癮就是這樣子來的 其實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經驗 我真的想到我以前 很年輕了 20歲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PS2吧 PS1 你那個年代應該是PS1 那VR快打 VR快打 然後有一次過年的時候 我就去買PS回來這樣子 你知道蠻好玩的 我其實很少玩電動 其實蠻好玩的這樣子 過年從初一我打到初 跟我弟弟要從初一打到初五這樣子 其實蠻爽的嘛 因為我想每天早上起來 就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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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晚上睡覺 然後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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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好重點就是初五結束了 要收覺了 我覺得其實覺得蠻空虛的 很失落 就是我發現說 這個過年我都沒有出去啊 然後就是看著那個PS這樣子 然後VR 然後睡覺的時候 那個腦子裡面還會想到那個 打鬥的畫面這樣子 但是我還想到那個結成金有沒有 哇那個那一招 但是我獲得了什麼 好像什麼都沒有獲得 就是剛剛福哥講的一個重點 像你會覺得失落對不對 那有些人他為了要彌補那個失落 他又會回去再玩 就沉迷進去了 這個是最糟的一個狀況 我們談多班的第一個重點 多班其實他所掌控的不是歡愉 不是快樂這個事情而已 而他掌握的是慾望 剛才我們在講那個勞鼠實驗 對 結果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會知道多班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你也不正常啊 你不是自己也會弄一些機制 然後你那個你教學技術啊 裡面都會用那些機制來鼓勵大家 有沒有對不對 我當初對 你說對 我當初就是為了要去了解教學這件事情 因為我最近在準備出版 遊戲化教學的技術這本書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為什麼遊戲會有用 為什麼這個事情 為什麼這個外在機力會用 更大的問題是 那會不會有可能這些外價的機制 會傷害人內在的學習動機 所以我其實是很好奇 動機是怎麼發生的 那我就一系列的就跟修修一樣 我就去找了很多 跟動機有關係 那一摸到動機就會看到多班系統 談到這邊 我不是想要各位聽眾會不會想說 那我們今天幹嘛談多班 我們這個東西是 因為人內在的分泌 也不是我們控制的 那我們今天幹嘛去瞭解 就是什麼內在的分泌的機制 當然我是有目的的 其實因為修修跟我都是 當然他比較不正常 我相對比較正常 對老師 但是其實我發現 我們都有一些方法可以去 我們說hacker 我們就駭入我們自己人體的機制 修修你會談談 你是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如果說是以動機系統的話 其實我們當然在人生當中 都想很多大大小小的目標 要去追求 像我們可能要更好的工作 我們要更健康的身體 我們現在練馬拉松對不對 想要讓自己能夠更健康 身心更健康 更有成就賺更多錢 可是通常那些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在一年初 就設那個新年新希望 新年新目標 然後第一週就毀滅 對對對 通常第一週可能先毀一半 然後再一個月就毀 剩下的八成這樣 就剩一點點而已 就每年都在重複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自己都深受其害 因為我自己是那種 想要把目標設很大的人 但是目標越大 就是讓自己越有壓力 他反而會失敗的機率會越高 還有一個重點是 他通常這目標都很遠大 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在每天出去跑步 跟我能夠獲得波士頓馬拉松的資格 那差很遠 很難去讓我現在做的事情 能夠跟他這個目標能連在一起 對因為我們大腦 其實絕大部分都還是原始腦 原始腦就他沒辦法想太遠 我們是要靠前額葉皮脂才能夠去做長遠的計劃 去做理性的邏輯分析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還是被這個原始腦控制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現在做一做就會很懶 因為我看不到我現在做的事情 跟之前那個遠大目標有什麼關聯 所以有幾個簡單的事情 就是第一個你要把你的目標不要定太遠 因為定太遠 你自己的大腦會跟你講說 放不到放棄算了 因為我們在做這些跑步是什麼 其實很累啊 誰都不正常 每年早上要早起去跑步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些目標 劃分成幾個 幾個小微小的目標 可以讓我們去隨時 可以去覺得說 我們真的有進展 然後可能還會在 我像我用notion 來記自己的一些東西的進度 就會把它弄成什麼進度條 然後百分比 說我現在已經做了 我像我今天早上 如果說我多做了4小時的 的番茄中的工作的話 我就把它記錄起來 然後就會進度條件往前說 我已經達到我這周的一些工作時數的目標了 就是這些種種的機制 來讓我自己可以意識到 我正在朝這條路前進 而且知道我現在的狀態 其實這都是一些有幫助 當然還有說 達到一些目標的時候 給自己一些獎勵 這些全部都是 那符合應該很多方法 對不對 其實我喜歡 或特別安排我跟修修來談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都會做一些 跟這方面有關的事情 就是你知道人的機制 那是我們沒辦法控制的 但是我們一旦了解這個機制之後 你就可以去設計一些方法 反正你就可以順應自己的機制 像我舉個例子 剛才卑士在講跑步這個事情 像我自己也有在跑步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自己本身要讓這個東西是可以測量的 他有一個指標可以出現 譬如說跑步 對我們就跑步 每天都去跑步 可是跑步代表什麼 什麼都沒代表 我就是跑步 然後累得要死 然後流汗 然後很喘這樣子 那你跑步的時間 你是不是有時間 你跑步的心跳 你跑步的速度 你看我們現在開始把 這個跑步這件事情 加上一些指標了 你一直 當然你不用自己用手錶記 你就不是有你的運動手錶嗎 不管是Gami 或是Apple Watch 我覺得都很棒 然後他自己就會幫你記錄 你就把你這個運動 轉換成可以衡量的指標了 接下來就有意思了 譬如說我可能像我跑步都很爛 當然跟修修沒得比 像之前修修還跟我比 三點比你快一小時 跑步竟然比我快快一小時 我快翻臉真的是 好沒有關係 那我不用跟別人比 我可以跟自己比 我總是可以跟自己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像 畢竟我大概這一季都在練習跑步 那我本來可能 也許五公里 對我來講小目標 五公里 也許我可能要跑35分鐘 那慢啊 75 35 7分數嘛 那也許我看到最近 我進到30分鐘以內了 我進到29分鐘了 我自己看到我的時間進步了 這是一個 你看同樣的 這個旅程我時間進步了 第二個是 我的心跳下降了 我的心跳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高了 我每次都可以看到我的心跳 你看我把一個很大的目標 也許是我可能 鐵人三項 可能跑步希望 破兩小時半碼這樣子 但是 那我把這麼一個大的目標 變成我五公里的速度 要突破 譬如說30分鐘 29分鐘 甚至我的心跳 應該降到160以下 假設是這樣子 那我就可以每次去衡量我的樣子 這個時候就每一次 我都可以看到 我是不是有進步 或是我的狀態怎麼樣 而這個進步跟狀態 就是一個回饋 沒錯 多班就是一個回 我們必須要主動的建立 自己的回饋系統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破解多班 獎勵系統其中的一個方法 福哥剛剛講 我補充一下 福哥剛剛講的很正確 就是因為剛剛 我們每一天都可以看到 像我去跑跑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現在的體力變強了 然後就有一種多班系統開始運作 他會說我還要更多 我還要更多 我還要變強 我還要變更好 所以在這種每天的 讓自己的即時回饋 他就會驅動我們下一次 再出去 每天早上出去跑步 還是會掙扎 真的還是會掙扎 因為很累 真的 真的累啊 真的 尤其是看到 今天要排間歇課表 可是 我也想到 間歇課表跑完 我的那個 跑力一定會提升 一定會提升 然後我就想要考 趕快跑完 然後去開那個APP 靠我的跑力有提升 其實這個也是另外一種 一種上癮 但是 有一個在那 我剛才講 Anna Lemke教授 他 他在跟那個 Andrew Huberman 他的訪談的時候 他就 那個Andrew教授 他就問說 那我現在是不是 你現在是不是只是要讓大家 去逃離那種打電動抽音的影 來去上 可能像我那種跑步這種影 Anna Lemke說 對啊 沒錯啊 那你要選哪一個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人類多巴胺系統 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 多多少少 像福哥一定是工作上癮者 我也是工作上癮者 但是 我很正常 我沒有什麼上癮的問題 沒有 你就是上癮 OK 我本來一週一集 現在一週兩集 這不是工作 這就是典型的多巴胺 多巴胺系統做的事 真的 但是我們就要知道自己 我們終究都是會在某件事物上面上癮的 那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你是要在這種垃圾食物上癮 還是你要在酒精上癮 甚至到毒品打電動 還是我們要來選擇一個健康的東西 健康的事物 讓我們來 可以上癮 讓我們身心更健康 福哥很棒的一點 就是他 我覺得他最厲害的是 他會以最小可執行 來執行 剛剛我們說的那些事 其實便利貼啊 就是一個最棒最棒的方式 有些人會 像我就喜歡用notion 可是有些 剛開始想要自己培養習慣的人 他就一下太快就去搞那些電子系統 就是那些什麼網路 這些程式啊什麼 其實那個 你光是要去熟悉那些 你就需要多巴胺系統了 所以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像我就跟 常常跟我老婆說 我們現在要培養運動習慣對不對 你就拿一張大的紙 畫個幾格 然後把日期 你就貼在牆上 我今天有做20分鐘的深蹲 我打個勾 你每次經過 看到我今天就已經有一個禮拜都打勾了 我就會想說今天我不要放棄 我要繼續下去 這些都是視覺給我們的一些多巴胺系統的回饋 然後要用最小摩擦力的方式來執行 可視化 然後分解目標 然後每個目標完成之後 給自己正向的回饋跟鼓勵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都是刺激自己 等於說 如果我們知道說多巴胺這個系統是讓我們想要嘛 那我們要培養好的習慣 就應該更想要嘛 那我們才會堅持 所以我們會創造這個好的循環 再更大一點 我們也可以把一些大的目標 譬如像我還蠻熟悉 寫書這件事情嘛 現在我準備出我第九本書了嘛 但是我寫了這麼多書 我其實有個感覺就是 你知道寫書這個事情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是非常具體的這種 要花很久的時間才會看得到收穫的東西 你看一本書 我有寫字久寫了兩年 論文寫了十年那就不用講了 寫書寫了兩年 那一本書你就要把它破解 把它分解 就是我常跟人家講說 你不要認為你在寫一本書 這樣太可怕了 這樣這個 你就覺得這太可怕了 看不到成果啊 你可以不可以把一本書 變成你要寫50篇文章 這可以吧 這50篇 那每一篇文章 你看你至少把它變成50分之一對不對 那每一篇文章呢 接下來在做一件事情 每一篇文章都上網 PO出來 嗯 沒錯 你看你把每一篇文章上網PO出來 PO出來之後呢 你就在利用社群媒體給你的多巴胺回饋 即時回饋 有人會給你按讚嘛 哎呦 開心我這個文章有人看呢 不錯 然後就激勵你寫下一篇文章 那你看一篇接一篇 一篇接一篇 你就在分解你的目標 然後並且在每個目標都設立 一個多巴胺回饋系統 沒錯 善用這個社群媒體給你的激勵啊 對 而且還可以根據讀者的回饋 哎做一些修改 搞不好自己也有很多新的idea 然後就越寫越好 越寫越符合大家想要看的東西 要不然有時候這以前的作者 就是個一埋頭下去寫個五年十年 哦 寫出來沒人要看 那是發色 但是現在這個社會 對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來 那真的很累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有時候不是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哎 像啊 像我啦 問我說 福哥你你完成這麼多目標 甚至有時候挑戰性的目標 那是因為你比較有意志力嗎 那是因為你比較堅能不拔嗎 最好是 對 我並不是 哈哈 並不是 我覺得做什麼事情不要靠意志力 真的 那 意志力才有限的 對對 那也太累了吧 最近你看最近我常常 我應該好幾年了 我起床的時候都會 跟他拍個照片 然後跟他說 現在4點50分 我5點30分 早安這樣子 大家會跟我 福哥早安 我就在創造我自己的早起多半系統 對 我試著激勵我自己 我早起的時候把這個紀錄留下來 然後會有人跟我說早安 然後我跟他們說早安 我影響了一些人 他們早起的習慣 這就是在創立自己的多半系統 對 我最後可以再補充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那一篇文章會這麼廣傳的原因 是他可能真的打到很多人的痛點 嗯 就是我們常常會被我們的多半系統被綁架 所以我在這裡最後要請大家要練習一件事情 就是 就我真的影片啊 跟文章發佈之後就很多人來問我說 有沒有什麼一些方法可以讓讓自己可以被 去逃逃脫那些控制 我跟他說你第一個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察覺 你要察覺到你要先察覺到我已經滑手溪滑半小時了 我先察覺 對 察覺之後你就要去 然後你要開始想 想我那個影片裡面講的 多半突破之後會有一個失落 那有一個最有效去抵抗說 欸 我們我們又會趕快去滑下一個手 那就滑下一個內容啊 或是再吃下一個垃圾食物的方法 就是等一下 其實很簡單 就是等一下 因為那個突破是這樣 突破上去 下來 下來之後我們體內他會有一個體內平衡機制 他會慢慢讓他又回到平衡多巴胺分泌的這個水平 要多少才回到這個正常水平 其實因人而異跟你在做的事情有關 通常我都會要自己等10分鐘 像我如果說欸我在追劇有沒有 追了兩集 然後我好想看下一集你知道那個那些那些劇都很厲害 最後就是讓你想繼續看 我會跟自己說 先等10分鐘 等10分鐘 如果說我還真的很想看 那我再看 但是絕大部分的時間 我等10分鐘之後 我就要去忙別的事情 忙我自己應該真正要做的事情 跟吃宵夜啊 其實這些都是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察覺 第二個去想想這個機制 第三個 等10分鐘 其實這樣子就可以省掉很多 就是我們可以去避開很多多巴胺的這種陷阱 然後去真正專注在我們要完成的事情上 我回應修修的看法 因為有時候你就是有衝動 對不對 你就會被東西吸引 然後趕快想要去弄 不管是看手機也好 看影片也好 那我的方法是 第一個就是要用番茄中來強迫自己專注 反正我知道我也很想滑手機 我也很想做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但是接下來這25分鐘 也就只有25分鐘好不好 接下來這25分鐘 我強迫自己專注 我透過一個有限的時間來抵擋其他多巴胺的誘惑 第二個是移除不必要的干擾 太重要了 移除的意思就是你幹嘛 你幹嘛拿一個東西上面一直誘惑你 來趕快來 你趕快來 這個就是 我這個人意志力是很有限 意志力是很差的 所以像其實大家不曉得 我很喜歡看電視 我超級喜歡看電視的 我看到電視我的眼睛就目不轉睛這樣子 所以我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家沒有地視台 我幹嘛每天 你知道我每次有時候去出差 我出差去飯店 就會有地視台 然後我就會很忍不住 我跟你講就10點半 晚上就很累了 然後就把他打在床上 好爽喔 節目的最後面我還是希望大家知道 我最最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的就是 其實當然這個機制是 我們上天自然 他自然給我們的機制 但是如果你懂他 你就可以好好的使用他 沒錯 好好的使用他 你就可以創造自己的正向多巴胺機制 不要被那些 人偽的或是外照的 這種大家 其實每一個公司都在吸引你的注意力 吸引你的多巴胺 那我們自己可以創造自己的多巴胺 合規系統 這是我的看法 沒錯 沒錯 我覺得剛剛福哥講了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我們這種阿宅 會想要知道這些系統 他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因為唯有你知道原理 你才可以自己創造 自己屬於自己最合適的系統 對啊 就有些人 有些人他都會想 你有沒有什麼比較快的方式 我都跟他說 你就慢慢來先了解這個系統 了解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製造自己的生活習慣 自己的喜好 來去克制化自己的使用說明書 這是我最想要跟大家說的 如果我們只是在談這些學理 那就沒什麼了 那我剛好 我跟修修都會有一些自己的經驗 我們透過這些的生活經驗 結合 原來這些生活經驗是跟這些機制 是有結合的 然後跟大家分享 也許可以幫助大家 從一個相對正常的人類變成一個 更不 這樣子 這樣子有比較好嗎 變成不正常這樣比較好嗎 我覺得不正常的 我自己每次在我的不正常的內容 就是說 其實都會講到 來再打一架廣告 其實我覺得不正常才是正常 因為以前我們講的正常就是說 你要去尋規盜取 走到一條光明大道 但其實現在社會變動那麼快 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覺得真的去找到自己 剛剛福哥講的 什麼叫成功 就找到你真的熱愛的事情 然後你可以去做下去 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應該看起來 都是跟其他人不一樣 每個人看其他人都是不正常 但是這才是我覺得 最正常的狀況 所以其實我也算很正常 福哥也是正常 好啦 我們希望大家 不管是正常或不正常 希望大家擁有更好的人生 下一集我們福哥來聊 跟修修的不正常的內容說書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掰掰